打勾 你才有办法去执行Google的地图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OK 好 这个装可能要很花时间 我看这个部分的话 暂时你们回去的时候 用你们家里的网络先再把它装起来好了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地方打勾之后 你安装完以后呢 你还要再重新建立一个模拟器 那个模拟器的话 要选的是这个2.33的Google API的版本才可以 不然的话这个地方 它也没办法弄得起来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OK 好 那首先的话呢 界面部分是4个按钮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拖拉4个按钮之后的话 上面分别给它ID ID名称的话呢 分别给它BTN1234 就这么简单 上面的名称 那另外就是说呢 我们在Button的事件上面 我前面讲过了 我们书上有教一个方式 就是说呢 在这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每一个Button上面呢 它都会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就是Unclick的属性 我把它用A到Z 这个排序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一个Unclick 如果你是用A到Z 它因为这个属性名称 叫做Unclick 那这个Unclick 就是说呢 如果当你的这个按钮被按点击的时候呢 它就会触发这个方法 所以你只要实作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个是书上教的 可是我教你们的方式 建立那个事件的方式不是这样子 那两者都可以啦 我是教各位用什么呢 用SetUnclick的那个方法 然后再加New一个Button 点Unclick 有没有 那再让它做新增实作的方法 那这里的话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界面的部分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后面其实都跟 前面的做法一样嘛 反正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因为我们画面上有四个Button 所以呢 你就必须怎么样 宣告四个Button就好了 所以你宣告物件嘛 对 Button 然后呢就123嘛 宣告四个 四个 再来连接四个 再来建议四个 什么呢 四个事件 那就解决了 那你这个地方你可以 可以要可不要了 我的习惯是不要用这种方式 那怎么做 基本上也非常的简单 再来我们直接来看那个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逻辑 其实跟Hello World一模一样 所以我刚刚讲过嘛 第一个宣告 宣告在这里 位置的话基本上你就宣告在这里 如果没有 因为有些书上是宣告在 Local在里面 方法里面 有的是宣告上 那其实这之间呢 没有太大差异啦 你当然宣告在上面 所有的方法都可以使用到 你宣告在Local里面 那只有某个方法可以用得到 那干嘛那么复杂 我刚才干脆就放上面算了 反正你放上面全部都用得到 当然呢 有些人